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林冠 讲到健康最近娱乐圈 演艺圈的新闻资料当中 观众朋友会看到 怎么廖峻大哥也中风 然后袁维仁 这个年纪轻轻也中风 在台湾跟这一个 现在的状况 确实中风有年轻化的迹象 那特别是 这个很多心血管疾病的 观众朋友不知道 当你身处在三高的 这一个健康的状况下 实际上就隐藏着 随时也可能中风的 潜在风险跟地雷 那到底平常怎么照顾 自己的心血管的健康呢 以及中风的征兆 乃至于中风过后 怎么照顾呢 待会这一集的健康后 生活都要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的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江锁山医生 大家好 再是急诊室的医生好朋友 魏志伟医生 大家好 再是脑神经内科的医生好朋友 郑淳于医生 大家好 再是心血管外科的医生好朋友 翁世仙医生 大家好 再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柯俊年师傅 大家好 再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江玉花花姐 你好 欢迎 好 先问一下江医师 我刚才讲 演艺圈最近传了几个 蛮震惊的新闻 汐化等等的问题 导致三高越来越多 大概有关系 那除了三高之外 大家不能忘记 肾脏科 尤其是尿毒症病人 他在台湾最大的死亡原因 就是心血管疾病 其中一个就是中风 像我有一个病人 其实他才四十几岁 不过他在洗肾 那其实他洗肾品质 是洗得蛮好的 可是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因为经商的关系 常常需要应酬 他每一次应酬 他已经有尿毒症 敢跟人家拼啤酒 他有一次来洗肾 有尿毒症了 还敢拼啤酒 还敢拼啤酒 有一次他来洗肾 我们放一下体重 灌了八公斤的啤酒 体重重八公斤 那我们那时候 就跟他警戒过说 这个是不行的 因为你突然间 那么多的水 有时候会废嘴肿 那你水把血管灌饱了之后 这个血管就会开始 没办法收缩 所以他会变成 突发性的高血压 那可是因为他的生育 或者他生活形态的关系 很难改变 那直到有一天 他真的就在跟人家应酬 那也灌了大概四五公升 五六公升的啤酒 那就突然间一只手 一只脚就不会动 那那时候赶快送到急诊室 结果我们做了电脑 就发现说他的这个大脑里面 有一个血管破掉 然后开始出血 那最大可能性就是因为他反复的这种冲高的血压 然后又下来 冲高血压又下来 所以像这种所谓的中风 就好像是你被风吹一下 然后就中了 中风寒的意思 那他一般来讲 有几个突然的症状 非常特征性的症状 常见的在人身上发生 就是突然间的一半的手脚 突然间软瘫无力 那这里有人是中风 就马上就跌倒 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跌倒 做中风 其实不是 他是因为中风而跌倒 中风而昏迷 第二个 有些人会突然间嘴外眼斜 突然间讲不出 没办法讲话 甚至于所谓的失语症 一句话 比如说看到一个车子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说那个会走的 他讲不出那个车子来 那个有时候也是一种中风的表现 那有些人是会像小脑中风 他会突然间失去平衡感 他会晕 然后他走路偏 左右偏这样子 那另外有些人是会因为中风 而产生因为出血 脑压增加 他会很严重头痛 甚至会大量的吐 尤其是吐这个情形 合并严重头痛 我们一定要先想到 有没有可能要排除中风的风险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突发性的眼睛黑掉 那这个也通常也常常见到 是一个中风的前兆 暂时性的脑缺血等等的问题 那问一下卫医师 你们在急诊室应该遇过很多突然很紧急的中风 然后直接挂急诊的案例 说到紧急这两个字 因为我们中风是与时间竞赛的一个急诊 其实你多一点时间帮病人打通这个脑中风血管 把血酸给溶解掉 其实对他未来的神经学的改善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其实刚刚如果有发生 类似我们江医师所讲的那些症状 其实要赶快救医 那我们最担心其实不是这些很明显的症状 他不来救医 但也是你根本不知道你发生了中风 因为我们其实中风 我们脑子的症状是非常千变万化的 我曾经遇过一个他中年的上班族 他们最近其实业务是非常繁忙的 那他在一个会议里面 一个很大的会议结束之后 他开始下午就是胡言乱语 他开始会陈述当年勇 那同事就觉得他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跟他讲话 他似懂就是似懂非懂 他也不正式回答你的问题 他就在讲 他过去曾经遇到一个什么案 你他怎么处理 跟你刚刚跟他完全搭不上话 那同事想说他真的是太累了 让他去休息 没想到就是过了一整个下午 他要回去的时候就是 奇怪他也不回家 他就一直坐在他的座位 那同事说那你要不要回家 问他他好像也听不懂 又开始在陈述一些过去的事情 那同事想说 他真的是压力太大 应该是崩溃了 所以电话联络他太太来带他 那他太太来跟他 当然就紧张 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他第一个想的是 压力真的太大 带他去看精神科 那我们精神科医师夜审一问诊 当然就发现这个状况是不太对劲 因为这个先生他本身之前 也没有一些精神计划 所以当时就赶快把他紧急挂 转到我们急诊室来 那那时候一评估才发现 他其实得的是一个失语症 就是所谓的接收型的失语症 我认为这个韩剧每天失语症 但这个比较不一样的是 他其实当时他发现 他不是没办法表达 他其实表达还算流利 而且语句听起来 是不是还合逻辑 但是他就是无法听得懂我们讲什么 甚至我们写给他 他也看不太懂 那这个这个病人 他其实没有发生肢体无力 所以他当下其实也是发生了 一个脑中风的情形 后来就赶快紧急住院 去做后续的处置 对所以我们其实比较担心的是 其实大部分的民众不知道 其实已经发生脑中风的状况 真的 那问一下温文医师 我刚刚讲 其实潜在的山高问题 是一个潜藏的风险 那很多这个中风的年轻化 或者突如其来的恶化 实际上本职在去追 这一类的病患 可能长期其实很多时候 是山高的问题 已经困扰一阵子了 那我就有一个案例 非常的算是算少数 算是也特别 都跟这个高血压有关系 就是有一个60多岁的这个男性 那就是来我们急诊 那表现就是很典型的中风 就是来就是说 一手一脚没有力气 那我们精神科医师 马上排这个电脑断层检查 的确也发现说 看起来似乎有一些那种 缺血性的变化 那可是我们急诊科医师 非常的仔细 再去摸他的手脚 量他的血压 摸他的脉搏 发现奇怪 跟一般的中风不太一样 一边的手脚的血压 跟另外一边 大概差了30左右 他就很警觉 可能是有可能潜残一个血管的问题 再去加做一个这个 我们本来只有做头部嘛 再加做一个胸部跟腹部的 一个电脑断层 我就发现 哇不得了 是一个主动脉玻璃 那我们就提过这个主动脉玻璃 分为假型跟蚁型的 那假型的话 这是非常致命性的 每隔一个小时 大概就是有增加1%的死亡率 而他就很运气不好 他这个中风 他一直都一小没力气 一般来讲 基层医师可能就是 可能就评估一下 有没有机会做这个 血酸溶解剂的治疗啦 或者说现在的颅内取酸 那不过他不是 他就是因为主动脉玻璃造成的 所以要解决的反而是他 更紧急的这个主动脉玻璃 那开完刀之后 把那个血管修理好 把那个 因为他那个是颈动脉 颈动脉因为这个主动脉的裂伤 一路往上裂 裂到颈动脉 造成这样的中风 是少见的案例 那一旦把他的主动脉修理好 然后把他那个颈动脉的部分 也一并处理好之后 让那个血流打通了之后 才让他这个命捡回来一条 然后那个中风的现象 也之后 不会让他的脑袋瓜缺血太久 造成之后 这个严重的这个后遗症 所以说这高血压 其实不只跟中风 跟洗血管都有相相 都有那个 非常的紧密结合的这个关系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 这个处理我们的高血压 治疗我们的高血压 真的 那接下来我们柯师傅 就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很多时候 这个突如其来的中风 再往前的潜藏因子 都是三高跟慢性病 我是高危险群 那师傅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 健康抗发炎的好料理 今天要分享大家烧的是鱼 对 我今天用的是龙胆石斑 对 那我们放一点盐 然后放一点点胡椒粉 在这个石斑上面 那如果没有石斑 一般的鱼片 也可以这样上 尽量就是那种油脂 比较高的鱼片 因为主要是油脂 来帮助那个心血管 然后呢 放一点蛋白进去 所以一点胡椒 然后一点盐 一点蛋白 要稍微腌一下这个鱼肉 然后先抓一下 先抓一下 因为这个很新鲜 所以我就没有再放一些酒类的东西 这个通常要腌多久 抓一下就可以了 抓一下马上就可以煎 对对对 二厨现在放这些油够吗 可以可以够够够 然后另外那边也加一点 然后再加一点点香油进去 加一点点香油进去 然后呢 我们就是开大火 先把这个鱼先煎一下 好 我们热锅热油之后 要煎一下鱼 刚刚师傅其实有裹一点点太白粉 一点点 一点点不要太多 薄薄的粉 就会让它定型 然后也让它保护里头的水分 对 没错没错没错 就是这个石斑呢 石斑鱼它本身除了它的口感会比较好以外 它其实它的那个油脂也是对身体比较好的 好 还有就是它的那个皮的那个胶原蛋白也比较多 好 也比较多 那如果不是石斑香鲑鱼或者其他鱼片也可以 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 同样的方法来制作 然后煎的时候 记得我们在煎煎鱼啊 这些东西的时候 第一个一定要记得一点就是 不要去动它 先不要去动它 然后我们另外这边这一锅呢 而且锅子要热 然后油要热 然后让它煎到定型 对 然后我们另外这一锅呢 也放一点点油进来 然后先把这个洋葱 先给它爆香一下 我们先放这个洋葱 所以师傅单位要做醋溜石斑 醋溜鱼 那这个有一点点酸味的醋溜 另外一个酸味是来自于番茄 番茄番茄番茄 对对对 师傅请问 这个是什么番茄 这一般我们的牛番茄 直接大颗牛番茄 把它切片就好了 有酿造酸 再有一个自然的酸进去 它会比较甜 有层次 对对对 而且口味上也会比较甜一点 那师傅我们的微量的醋溜 那个醋是白醋 白醋 醋溜我们都是用白醋 一般不用黑醋 所以待会其实白醋 然后也会微量调整 一点点万一太酸 偏酸就一点点的糖 对对对对 现在爆炒大量的洋葱 洋葱 洋葱也会贡献甜度 洋葱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番茄放进来 我这个是放了三大颗的番茄 对啊 我就是刚刚看你这一大碗 其实是量蛮大的 对对对 因为番茄也是一样 一定要经过油炒一下 它那个营养素才会释放出来 好 而且它的茄红素也会出来 对没有错 然后稍微爆炒一下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高汤放进来 好 这是一般的那个鸡高汤 我们把高汤放进来 让它去滚一下 好 所谓小中风其实就是 暂时性的脑部缺氧缺血的反应 一年之内有一半的机会 有可能就发生真的中风 是那个最怕来的另外一个中风 叫长的中风 而且猜出三岁学外 通常很难处理 如果我们没有早期发现 有时候连救都救不了来 那滚的同时我先盖锅盖起来 然后这边也在煎 好 那我们滚它 先滚一下 好 然后继续煎鱼 那煎它的同时请教一下郑医师 郑医师是脑神经的专科的医生 对 常常有一种我们说的小中风 对 有的时候它并不是有那么具体明显的征兆 或者那么明显的人趴下来倒下 虽然有些时候小中风 很多时候当事人 自己可能都没有感觉 或者没有警觉性 我先讲一个案例 就是我有一个这个五十几岁的 这个酒伤老板的病人 那他本来是高血压控制 不过他就是一个很TK的人 我像我们身边都有这样子的人 血压140几的时候 他是不会太在意的 那偏偏呢 这阵子就是刚好国外有一些酒盏 那他当然就跟着同事一起出去 原本就是很爱喝的人 那有酒盏 当然就更不忌口 就喝得更多 我们饭店常办酒盏 对 那回来之后呢 就发现说 他太太就发现 他血压其实都150几 160几 就一直都维持 很危险 更高的状态 那当然他就不以为意 反正想说没有症状嘛 他也不想吃药 那但是呢 就在近期 他发现有一次 他下午在开会的时候 他跟同事在开会讲的 还都一切正常 突然发生突发性 就是眼睛看到双影 就是一个东西变两个影子 那这样子的状况 持续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有退去 那慢慢的又开始产生 讲话有点点大舌头 甚至开始头晕目眩 那他就想说 那可能只是血压太高 他就回去休息了一下 那就到办公室里面躺 然后一直到晚上的时候 他发现说 其他的症状 好像眼睛看得比较对焦了 可是呢 一直都觉得有点晕 有点晕 那一直到就睡醒来 到早上的时候呢 他好像觉得症状全部都不见了 好像又恢复正常 所以他就没有太担心 但是他太太就很紧张 他太太是我的头痛病人 就架着他来这个诊监看 那我看到他的时候 虽然一切正常 不过就是在我做神经学的 这个检查当下 我发现 其实他的平衡 老实说是没有完全恢复的 那这个东西 除非我们医生真的检查 有时候我们没有做一些测试的时候 会搞不清楚 那我就评估一下 他刚刚那些症状 我就知道 他应该是产生了一个 我们所谓的小中风 我们所谓的小中风 其实就是暂时性的脑部缺氧 缺血的反应 那这个东西很常发生在 我们刚刚讲 就是有三高的病人 但没有很好的控制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血管 这个是一个颈部的血管 在我们这个从心脏到脑部 这个血管 那我们把它放平来看 其实我们的血管上面 有可能会生成 所谓的这个动脉硬化的斑块 那这个斑块 其实很多的时候 它正常在这里生成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症状 可是这个斑块 有可能会改变的 比如说 它的这个斑块上面 有可能它会掉下 这个所谓的血血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小血栓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它的剖面 你这样看好像觉得还好 但是剖面 其实这血管几乎已经塞掉 一半以上了 所以当我们的血流发生改变 血压发生改变 或者是体液不够的时候 很可能这个马上就会产生 这个血液的改变 那这个尤其是暂时性的 可能是24小时之内 可是是危险的 我们一般说有小中风的人 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 在未来的一年之内 有一半的机会 有可能就发生真的中风 所以这是一个身体提供给我们 非常好的警讯 对 如果你去错失它了 其实你就不会预防 你有可能接下来迎接的 就是一年到五年后的中风 那柯师傅这个时间呢 对我们这个 鱼肉也煎好了 对稍微编一下以后 这些都放进去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 花椰菜 花椰菜放进来 这个花椰菜放的量也比较多一点 然后呢 记得我们先调味 因为这个鱼已经差不多熟了 所以我们先调味它 我们放上醋 少量的白醋 放上醋 然后放上糖 那可以接受多少酸度 自己斟酌 对对对 像我怕酸 所以我醋放的量不多 其实醋很少 对然后放一点盐 因为我那个高汤里面 有一些咸味 然后呢 稍微给它拌一下 那这时候火还是很大 火还是大火在那边煮 因为等一下我们勾完芡以后 其他材料都差不多熟了 所以我们再放上一些胡椒粉 白胡椒 对胡椒粉越多越比较解腻 然后呢 这时候我们就是先用太白粉水 好 我们先用太白粉水 我们那个鱼肉因为几乎是熟的 对对对对 所以它其实并没有要入汤锅大量的烹煮 对对对 然后呢 再弄一个流水芡 流水芡的话等一下 因为我们蔬菜 让汤汁比较好挂上 对还有就是蔬菜 蔬菜比较容易挂汁上去 稍微先把它勾一点薄芡这样子 那汤汁就会比较浓郁一点点 对对对对 然后呢 这时候这个芡汁也好了 其实这个花椰菜很快就熟了 这时候我们再把那个刚煎好的 这些鱼放进来 我们再把这些鱼放进来 所以鱼的鱼香是煎出来的 对然后再放上一些葱花 葱花进来 葱花多放一点 然后淋上一些香油 这个可以宴客了 这个是宴客菜 然后拌一下就可以吃了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 其实像这样子的煮法 冲劲发挥这个鱼的好处 因为它不会有高温 它不是用炸的 因为之前研究也发现说 鱼拿去炸 它保护心脏血管效果就不见了 所以在饮食研究里面 鱼怎么煮很重要 不是说只要吃鱼就好 你吃错了 煮法 一样会产生不好的结果 那像这样的煮法 那餐厅都是用炸的 餐厅做素溜 炸完以后再去溜那个汁 对 那像这样子 完全就是一个非常清爽 那再加上我们的番茄的鲜甜的味道 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爽口 即使到夏天吃 都还会非常的有胃口 吃鱼可以预防中风 这个大部分的研究都证实过的 所以这个是对预防中风 非常好的一个食料 不过大家不要忘记中风 不是只有脑袋会中风 大家讲到中风 都好像一定是脑中风 那其实是不然的 像我有一个病人 她才四十几岁 女生 她是一个红半性糖尝的患者 那红半性糖尝 偶尔会出现让你很害怕的事情 就是说她会出现血管炎 那她有一次就是在澎湖 当义务解说员的时候 突然间解说到一半 那就突然间觉得全身无力 要坐下来 可是紧接着就发现眼睛看不见 那后来事实上是从澎湖 是坐飞机回台湾就医 那我们看她的时候 电脑真的一切 脑袋里面好多个小点 产生一个所谓的多重性的 阻塞性的中风 眼睛的血管也塞住了 眼睛也中风 所以她同时并发了脑中风 眼中风 因为她的红半性糖尝 引起了一个多发性的血管炎 那血管一发炎 里面内膜发炎的结果 就把血小板吸引住 然后就把整个血管塞住 那那个病人 所以源头是红半性糖尝 可是症状是她的血管会发炎 然后血管发炎久了 她真正恶化致命 就是脑中风跟眼中风 对 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很凄惨的 以前她才四十几岁 如果真的就躺下来 救不回来的话 她就是四肢瘫痪 眼睛也看不见 那基本上就是人生 就是很难照顾 很难照顾 所以我们要知道 其实中风 不管脑中风 眼中风 各位也听过 耳中风 对 那我们是那个最怕的 另外一个中风 叫肠子中风 塞住肠子 如果 是塞住肠子的血管吗 对 而且塞住肠子血管 通常很难处理 如果我们没有早期发现 让它烂掉 有时候连救都救不回来 像我有一个病人 才五六十岁 他是连锁戏院的老板 那在西区拥有一大片的土地 跟那个戏院 他洗剩洗了几年 因为糖尿病 那有一天就突然间 呕吐 肚子痛吃不下饭 那还要忍耐 忍耐了一阵子之后 才送到医院来 就一看肚子都鼓起来了 那我们切了电脑 站进去 整段肠子 整个都缺血 那医生很努力的开进去 可是因为范围太大了 我们认为割除之后 病人事实上 要一辈子靠静脉营养维生 那他们的症状是什么 就是那个不舒服 呕吐 呕吐 然后肚子痛 肚子剧烈的疼痛 所以他肚子痛的时候就应该就医 对 而且他还会出现那种 呃 粉红色凝翼状的大变 其实这个个案因为考虑到开完刀之后 照顾以后一辈子可能就脱离不了静脉营养 后来家族决定说不开了 所以我们事实上把肚皮关起来 那病人两天之内就走了 所以像肠子中风这个事情其实不早就发现 连处理都很困难 所以汪医师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 或者心血管慢性病的人 罹患中风或者发生中风的几率 本来就比较高 我们知道脑中风分为大概两大类 一种是这种出血性的中风 一种是这种梗塞性的中风 那出血性的中风大部分都是高血压控制不良 然后血管爆开来了 或者说本身有些动脉瘤爆开来 那梗塞性的不外乎两个 第一个就是血管 刚刚正义师有提到这个血管壁的斑块堆积 然后狭窄造成血流不足造成中风 另外一种就是这种血栓性的 打上去了打到哪个区块 就是打到脑袋瓜脑中风 打到肠子肠中风 打到脚中风 也是一样都是血管的问题 所以说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其实中风的机会非常高 像我一个案例 一个患者他60多岁的男性 那本身就是在我们心脏内科去追踪 因为胸闷不舒服 那觉得是这个冠状动脉阻塞的高危险群 然后去做了心脑管 发现的确三条血管都塞住了 就转介给我们做绕道手术 那在做绕道手术之前 我们检查他全身上下的血管 其中发现这个颈动脉 也是一样严重的狭窄 所以我们就必须在这个手术之前 先把他颈动脉给处理掉 支架架好 把颈动脉血流打通 才能去做这个绕道手术 可是我们再想想看 如果死一半怎么办 因为他常常 很多的神经学的并发症 事实都已经瘫痪无力了 那眼睛也看不见 那你说如果我们没把救他 这个人以后怎么照顾 老人家他是突然在24到48小时之内 你觉得他怎么突然急性的失智 疏于关心的时候 有可能就会错失抢救的黄金的时间 询问他之前的定时 的确常常有时候 有时候就是突然有一些晕倒 然后就是一些小中风的症状 然后去做电脑断层才发现说 真的他曾经有一些 这种小中风的症状 那哪些高危险群 会有这样子一个中风的高危险 不外乎几个 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肥胖抽烟 那三高 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 然后还有其实还有年龄 还有些遗传跟生活习惯 那其实我们大部分都可以改变 高血压可以好好控制 高血糖高血脂都可以好好去控制他 抽烟可以把它戒掉 但是我也说年龄跟遗传 这个是我们有办法去控制他的 但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就尽量去改变 来减少这个造成这个中风的这个机会 所以卫医师 所以你们在急诊室 只要遇到肚子痛 刚刚江医师讲到肠中风的案例 你们都很难判断 因为肚子痛的原因霸霸款 所以其实这边分享 就是在临床上 如果真的是肠中风 他会有什么样的典型的症状 因为其实这个脑中风一样 你不及早送医的话 这肠子缺血坏时久 因为我们肠胃道里面 本身就不是无菌了 当他一血血一坏时 这个俊弱血的血液 很容易就败血症 很容易真的就像江医师说了 没有去做处置他 这个病人可能会走向死亡 那其实典型发生肠中风的症状 会是什么样的 我先举一个案例 我曾经遇过一个八四几岁的婆婆 她就心脏病和心律不整的病死 那其实老人家常常都会有一些 肠胃道便秘的问题 其实常常会把腹痛 用这件事情来解释 所以这一次的腹痛也是 他就是自己先灌肠 可是症状完全没办法缓解 那老人家又很会人 终于到半夜 他痛到受不了 就被家属送到急诊来 那他来有几个表现 第一个是疼痛难耐 他那个疼痛 任何姿势都没有办法改变 这个疼痛的 有些人其实你发炎 如果是在后腹箱 像胰脏炎等等 你可能是你前期 你会稍稍的缓解 但是老人家是痛到 其实是坐你难安 那第二个 当你剧烈疼痛 像你肠胃炎 或者是你有一些器官在发炎 像大肠发炎 气势炎 或者是盲肠发炎 他这个老人家的疼痛也是 他其实整个肚子都剧痛 可是他并没有办法 很明确的局限在哪个地方有压 甚至他一点点压痛都没有 像我们很严重的肚子痛 副膜炎 他其实整个肚子硬邦邦的 压那也就痛 但是老人家也是完全没有压痛 这老人家不舒服 可是却是肚子软趴趴的 这时候你就要警觉 他也很有可能是肚子里面的血管 出问题了 因为血管血栓塞住了 这里有个示意图 其实我们不管是大肠药小肠药 我们任何的脏器 他都有丰富的血流的供应 那其实如果我们的肠子 血管塞住 一样造成肠子的缺血的疼痛的时候 其实这时候 他肠子其实还没有到发炎的状况 所以因为塞住没办法缓解 他会剧烈的疼痛 再来是会让我们的交感生生兴奋 所以这类的病人 常常是痛到血压上升 心跳加快 甚至会冒冷汗 所以其实你有出现这些症状 又没有很明显的压痛的时候 其实你就要警觉 你可能是肠子的血管出问题 就要赶快送医 所以那个婆婆来 后来做个电脑断层扫描 其实他这也是人的大半夜 所以后来其实还是开到 小子有一大段都去了 或者是切了一百多公分 不过后来还是有出院这样子 所以症状是特别 特别大家需要警惕的 而且郑医师也要提醒观众朋友 有一些时候 有一些人的中风前的症状 可能是头痛或者晕眩 那个都要特别有警觉性 先分享一个案例 就是我有一个五十几岁的 也是一个早餐店的老板娘 那他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健康 所以这半年来 他发生头痛的情况的时候 他完全是不以为意 不过他已经五十几岁 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五十几岁以前 都没有发生头痛 但是却在五十岁后发生了头痛 之前也提醒过大家 这种很晚才发生的头痛 一定要非常效应 这不是寻常的良性头痛 那结果他就不管 所以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发生悲剧的时候 就是他有一天在 一样早起做早餐的时候 就突然在这个早餐台前昏倒 那送来就是我们医院的时候 发现说其实他已经是 完全是中度昏迷的状态 那时候看到整个这个脑影像里面 就是弥漫性的初血 其实他就是一个血管流的破裂 血管流破裂造成了 所以这种爆炸性的头痛 或者是五十岁后发生的不寻常 头痛都要非常的小心 那除了爆炸性头痛之外 还有一些比较不寻常的 这个中风的症状可以提醒大家 譬如说小脑中风 它的典型症状就不会是手脚无力 它反而会是非常的不稳的 这个走路跟头晕 平衡感突然不见了 对所以有很多的这个中老年的人 会以为他自己是感冒 所以拖了一两个礼拜才就诊 我蛮常见到这样子的病人 所以当你发现说 那个头晕已经影响到你的走路 一般我们感冒的头晕 不会说你连走都走不好 如果你发现你连走路都不稳 这个就要小心 那尤其是老人家 还有一个现象 很容易被忽略 就是这种突然之间的日夜颠倒 嗜睡或者是急性的失智 我们一般说的失智症 一定大家都要有概念 它是一个慢性的变化 典型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发现老人家 他是突然在24到48小时之内 你觉得他怎么突然急性的失智 好像都认不得人 或者是变得很乱 或者是一直睡觉都觉不醒来 这种的时候 我们也要非常非常小心 因为老人家的这个中风 有时候他不太会说 或者是不太会表现 或者是疏于关心的时候 有可能就会错失 我们刚刚一直讲的 这个前面抢救的黄金的时间 那接下来我们花姐 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花姐今天要烧的是 韩式烧芽菜豆腐 对我就要唱双黄 因为有豆芽跟豆腐 都是黄豆的东西 我先调一点酱料 好 这个是韩式辣椒酱 对 韩式辣椒酱 今天这个料一汤匙拌就好了 好 再来 再酱油一点点 好 酱油 然后我再加辣椒粉 好 着亮了辣椒粉 对 然后蒜泥 蒜泥 好 姜泥 我加这个的时候 它比较干 所以我加一点水 这样比较好调 好 来 二厨帮忙调这个酱料 对 还要再加什么 我们就不加糖了 因为我豆腐的那个馅料 等一下这个还要用 这样子之后 我们把它调均匀 调均匀以后 我们这个料 洋葱 洋葱 好 韩国人 它的大部分都是青椒跟红椒 对 因为以前那个年代没有甜椒 那我现在用甜椒来代替 对 台湾的甜椒品质很好 对 现在这个 洋葱甜椒 对 我们再加一点点葱段 然后我再把套丘 套丘你如果没有想吃那么辣 可以不加下去 等一下直接放锅就好了 这个是生的套丘 生的套丘 待会要烧的 对 待会要烧的 我们用一半的材料 酱料来腌它 对 先给它抓一下 这个真的很韩式酱料 对 对不对 先给它抓一下下 这个真的很韩式海鲜 因为这个辣呢 就看自己喜欢吃的辣的程度 这就是一个腌料的feel 只是它是韩式的配方 配方 好 然后我们这样子 把这个这样抓好了 以后剩了一半 等一下我们再要继续摆在锅子里面 来当调味料 对 当调味料 所以先抓的是煎料 这样子以后呢 是 我们先给它稍微抓一下下 其实不用什么时间 我们就 然后豆腐呢 我先把它煎出来了 好 因为这个有前置 因为豆腐一般我们就是 这样摆进去 那小朋友看了 又是这样子的豆腐 所以我今天呢 给它做了一个不同的料 好 我们这个豆腐里头 其实是有馅料 对 我把这个猪肉 先煎的豆腐 猪肉我加了一点 酱油 蒜泥 一点点糖 还有一点点米酒 我加了一点点 太白粉跟蛋清 这样它才有黏住力 好 这是一个豆腐盒子的概念 对 香豆腐的概念 那我今天是用的菠菜 已经现在这个季节 你要用菠菜打结 对 那这个菠菜呢 我把梗就弄出来 等一下梗剩了 我们也可以再丢进去 无所谓 也可以再烧它 是 那叶子我留着 也是给它烧它 那我们就给它打个结就好了 这样子 这功夫菜 是 功夫菜 那如果懒得 你在家里的话 你也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做 好 那如果懒得这样子做到豆腐 可能比如说 你就煎豆腐 不要馅料了 就类似直接豆腐盒 三角豆腐 对对 中间放馅料也可以 所以你看这个现在 你假如说没有菠菜 你不用菠菜 好 葱叶子也可以 它的那个纤维都很多 豆芽我先把它汆烫了一下 没有煮 这个是黄豆芽 黄豆芽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如果你在家里 你可以不用汆烫 你就直接弄就好了 那汆烫多久 就滚水下去 我过个水就好了 这样子 然后我就给它冰制了一下下 把这个摆下去之后呢 我们就 刚刚腌的 刚刚腌的这些材料摆下去 我们什么都油都没有加 因为我们那个豆腐里面 有煎的时候会有一点油 所以那个油等一下会沥出来 好 所以先摆的是豆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你有汆烫过水 如果在家里烧 其实生的也是可以的 对 然后把豆腐 好 摆在旁边 我懂了 所以花姐今天 把这个豆腐盒子是漂亮 那刚刚意思是说 如果你懒得做这个馅料的 你就把豆腐煎一煎 摆旁边就好了 就是让它吸所有汤汁 跟这个鲜美的 是 那你如果是这样子做的话 小朋友觉得说 哇这个豆腐好漂亮 我要吃 对 就骗小朋友吃饭嘛 是是是 好 那所以豆腐摆上边 豆腐摆上边之后 刚好吸饱所有汤汁 那我们这个就用水 再打散一点 打散一点 酱料再打散一点 这个就可以多加一点水 这个待会等于酱料汁来烧它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麻油加进去 麻油加到这个酱料汁 对 我们从旁边给它弄 所以中间的菜的料 它的浓度跟调味料是比较高的 是 然后周围的汁 玉套就很容易熟 对 我们就把这些剩下来的菠菜 好 这个也不浪费 好 我们所有的材料都不要浪费 那还有冲断 冲断 等一下滚了以后拌一拌就OK了 刚刚讲 中风其实有些人是有明显的症状 有些人是先前的前噪跟症状并不明显的 但是中风最让人家担心的是后遗症 有的时候是一次中风的时候就很难照顾了 然后再二次中风又恶化了 没错 其实我们在门诊有一个劝告病人控制三高的利器 我常常跟病人讲说 我知道您的年纪也许不怕死 不過你要想想看 如果死一半怎么办 这个当然讲的就是比较难听 可是的确中风会让我们觉得很困难 因为他常常遗留很多的神经学的并发症 病人也不快乐 照顾的家属也很辛苦 像我刚才讲的那一个澎湖的解说员 他一下子脑部中风到四肢都已经 最后面四肢都已经瘫痪无力了 眼睛也看不见 那你说如果我们没办法救他的话 这个人以后怎么照顾 才四十几岁 对不对 万一他走了也就算了 他没走怎么办 对 那后来对于这个病人 我们那个时候 台湾事实上没有处理这种病人的一种增加 他恢复的先例 我们大概就静待事情过去看看能恢复多少 可是因为这个病人太年轻 而且情况太严重 所以我们事实上 那时候给他做了一个体外反驳 什么叫体外反驳 本来是一种美国FDA核准的治疗 用来治疗狭心症 用来治疗心衰竭的 不过他在研究里面发现说 他可以让心脏长出新的血管 眼睛长出新的血管 真的假的 他靠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把人裹起来 我们看一下镜头特写 他的脚也整个都裹起来 然后裹起来之后 靠这个机器来 压迫他的血管 那他会长出 缺血部会长出新的血管出来 真的假的 真的 那像我那个彭富姐说的那个个案 那个是台湾第一例 眼睛中风跟脑中风 使用体外反驳成功的治疗的个案 因为他后来进步到可以走路 然后从零点零三的眼睛的视力 进步到零点四 所以两个眼睛视力 都得到很大的恢复 因为这个治疗 最主要是让你长出新的血管 我要提醒大家一点 那这个健保有几副吗 目前他的治疗的费用 很接近百薪支架的费用 什么意思 就这普通我们做支架 大部分都不会干鱼子 放那个健保的那个全金属支架 大部分都会我加一点钱 我放这个涂钥支架 自费一个涂钥的一支 应该要几万块 五万七万之间 那如果两个都要十四万 那这个治疗大概做三十五次 大概也要到十四万 他是白次数的 对 他是一段疗程的治疗 一段疗程的 可是他是健保没有给付 对 健保没有给付 不过很多保险给付 但美国是连健保都给付 我们台湾这部分给付的比较慢 但美国的保险费用比较高 也没错 也没错 同时这边我们发掀 这一锅芽菜也烧好了 也烧好了 然后最后我们就是跟韩式都是一样 淋一点芝麻上去 这样就OK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 韩式 辣烧 豆芽 豆腐 其实我们在急诊胃胶 尤其是在急诊很匆忙 其实我们真的没办法 好好跟病人做一些胃胶 所以其实他们在吃东西 我们都说你就是尽量少油 少盐 少糖 就是一些清淡饮食 可是我们常常会被病人说 医师每次听你们讲的 那个食物都不能吃 我从来真的不敢介绍病人去吃韩式料 就是因为我不相信外面的做法 一定是你吃的一定是重口味 口感要很浓郁 可是今天吃的华师傅的料理 真的是让我非常惊艳 我觉得大家可以赶快去下载 我们这个做法 其实就可以复制出一个好吃 美味的料理 可是却又是健康的料理 真的 那这个卫士在急诊的时候 常常遇到很多 中风来得很突然 那第一时间其实最正确的做法 应该还是挂急诊 那寻找正统的医学的帮助 没错 其实你来到急诊 所有的处置流程会非常的快速 因为就是要帮你抢时间 来治疗你这个急诊 那其实我们最怕就是医师很急 前线19 救护技术也很急 可是家人并不急 我们真的会担心这种状况 尤其是有时候就会相信一些民间的偏方疗法 而去耽误了正确治疗的方式 我们曾经遇过一个外国传教师 他其实来台湾已经非常久 生跟台湾很久 那他就是跟台湾的媳妇结婚 那结婚之后有一天他早上平常都有出去运动的习惯 那今天要出门的时候忽然倒在家门口 他有意识 但是他就是单侧没力气 那太太发现之后也很激紧的就打了19 因为也觉得是一个中风症状 那后来医求到他现场的时候本来要帮他送医 却被太太阻止了 那时候才问为什么会阻止他来 因为他要帮他做十玄学放学 对那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们不是说排斥一些民俗的疗法 但是我们的医学疗法是经过反复的科学的考验 还有很多的实证的证据 证明说我们这样子的做法是对病人是绝对是有益处的 其实我们才会去建议病人做 所以其实后来就七岁好说歹说 他的太太还是坚持帮他做完他们所谓的疗法之后 才送到医院 不过还好是还在三个小时内 而且那个闲人是可以打血栓溶解剂的 住院治疗后还好是有恢复到平常生活的状态 不然其实真的会很担心 因为一些的习惯 延迟了你的就医之后 让我们的治疗没有办法达到最好的效果 而且温医师也要提醒观众朋友 这个真的中风的时候 一定要寻找正统的医学的帮助 那把危险因子降低或者控管好 不然二度中风三度中风的案例很多 是的 我想中风的治疗分为急性期跟慢性期 那他急性期的时候住院不得已接受治疗 但是很多慢性期的时候 其实很多病人真的很替气 都觉得说 他或许中风恢复到不错的程度之后 他就开始就是 真的就是 那也不吃药了 然后也不好控制 然后继续抽烟这样子 那其实我有个案例 他其实 他不是中风来的 他来找我的话 还是一样心脏的这个心肌梗塞 那我们帮他做了绕道手术 那不过呢 他这个心脏 他我们刚刚讲中风一些危险因子 那其实对我们心脏科来讲 还有另外一个危险因子 叫做心律不整 因为在心律不整的时候 我们心脏会乱跳 乱跳的时候 在心脏里头会容易卡一些小血酸 那一旦有一天 不小心那个血酸打出去 打到脑袋瓜就是中风 那这个呢 通常都是 第一个我们要去控制他的心律 那第二个呢 要吃一些抗拧血剂 在控制维持这个血酸 不要再继续的恶化 那像是之前有个病人 开完刀之后 回去叮嘱他 特别不要抽烟 然后你要好好服用 一定要好好来追踪 可是一段时间就不见了 那因为没有回来了嘛 我也忘记他了 然后突然有一天 我接受到一个加护病糖会诊 然后会诊到我这样子 这个病人原来是 已经这个大中风了 就是已经人都已经不清楚了 不清楚了已经插管了 然后做了电脑 就能发现就是 大片的这个脑梗塞的中风 然后在因为之前我开过道 然后就会诊我 看有没有什么药物可以帮忙 回去看 原来是已经好久不见回来的病人 我这件事就告诉我们说 你真的要有什么疾病的话 一定真的要好好服药控制 就是他第一次中风之后 他就没有好好控管 也没有固定回诊 也没有固定追踪 对其实他就是一个 再次中风的高危险群 但是他就是不好好吃药 对 那问一下这个郑医师 你们临床上还会遇到很多人 尤其门诊的很多观众朋友 听到本集节目就想说 哎呀我今天去头发说 我是不是中风 哎呀我今天脖子有点僵硬 有点头痛 有点晕晕 是不是中风 中风有征兆 怎么判断 比如说我最近也是一个 三十几岁的这个男业物 他就来找我 就说他最近发现这几个月 就是脖子都很僵硬 然后这个常常动不动 这个手就从这个肩膀的地方 麻下来麻到这个双手的地方 那常常都觉得这个工作到下午的时候 尤其坐一天 开车或者是打完电脑之后 这个好像脖子硬到 这个血都打不上去头昏昏重重的 就很担心中风来找我 那做完神经学检查 发现其实他没有什么太严重 神经学的异状 所以我就分析给他听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除了中风之外 这个肩颈颈椎的问题 神经的压迫 或者是我们肌肉筋膜 因为长期姿势不良 也有可能发生嘛 那所以可以教大家简单的几招 就是你可以检测自己 有没有可能有这个中风的疑虑 好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脚没有力气 除非摊掉 这个很明显的之外 我们在家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可以把手心向上 平举大概跟肩膀一样高 好那这个时候呢 轻轻把眼睛闭上 好那这个通常呢 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手都还撑得住 但是我们的要求是 希望至少能够撑到一到三分钟 那你就会发现说 你撑到一到三分钟的时候 有一些人他慢慢 如果真的有一边没有力气 他会开始手 会有一点点内转的现象 或者是往下游移的现象 会开始抖动 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 有一边可能是没有力气 目前看大家都非常的标准 都没有问题 好那另外一个我们测试协调的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做摸鼻子跟摸手的 我请这个卫医师帮我一下 一般我们就是做这样子一个手臂的这个距离 好那我会请病人这样 就是请你摸你自己的鼻子 好再摸我的手 摸鼻子 再摸我的手 再摸鼻子 再摸我的手 再摸鼻子 再摸我的手 这样快速的做鼻子跟手的游移 那一般就是希望他可以伸长他的手 测试他的反应 有一些人如果有协调的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会对不准 他甚至会这样过头 或者是非常的这个这个抖动 这样子去对到我们的脚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自己的协调 可能是有一点点问题的 所以教大家这两个很简单的东西 可以检测一下自己的脑神经系统的完整性 那节目最后 江医师也给观众朋友一个健康小叮咛 其实避免中风 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难 第一件事情 戒烟 减酒 健康吃 好好动 控体重 好睡眠 你先把这个生活做好 其实你已经去掉 中风七八十不正 就是健康好生活 对 剩下的部分就是 你要做的就要把三高 运动你的血糖 你的血压 你的血脂 好好跟医生配合 把它控制好 那事实上这样子去来 我认为已经去掉百分之九十几的 中风的机会 所以不要放弃自己 不要把事情都推给上天 推给你爸爸妈妈 认为他的肌肤好 你有很多地方可以做 好 谢谢江医师的丁玲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扣在年代 骂剧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LINE的官方账号的主页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我们的QR Code 加入我们的LINE账号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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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